那这些问题 你们再去看一下这个防守领 看你不能看出来 不用我再领 这不有吗 你得看一下 看一下 看好了吗 那动作都给到你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看这手腕 你看我手腕 在触球前的时候 到这以后 它转成这样 然后转出去 看见了吗 然后我吃着这个球 吃住 这一下吃住以后 这一下吃住以后 我们 比如说 你觉得我旋转 我对方发来的这个球 我旋转已经吃透了 我就可以什么 吃住了 抵消了 我就可以向前下去扫它了 因为你的弧线 你吃住以后的弧线 你向前下扫 这个球 它可不是这么走的 大家有一个误区 不敢向前向下的 就是感觉 你老感觉 它这个球 后续的弧线 是跟着你这个动作一起的 你觉得你这么走 这球弧线就能往前 往前跑 你要如果向前下走的话 这球弧线就下网了 真不是 你这个制造出来的旋转 你已经制造出来 这个旋转 你不可能直接 给它按到台面上的 旋转是要往处飞的 它旋转是走的是 弧线制的 它不是你一往下一按 你压这个板面 它就直接就跑往底下 它不是的 你制造出来一个旋转 你想压到往底 它就压不下去 你看吧 我们为什么 大家看 有的人拧 有的人拧拉 拧完以后 动作都是向前下扫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下吃的实 吃的实以后 它要让这个 过完以后的弧线 要下坠 你才能加上质量 你这个球 才能不被你 造出来的弧线出戒 飞出戒 所以说 它有的人 去吃住这一下以后 直接向下压 压啥呢 把这个 直接这么走的弧线 给它压到这样 对 它的弧线是往前走的 弧线这 它不是说 你直接一压把面 它就往下跑了 先制造弧线 然后再去压 压底 对 大家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整个 我出完手以后 我直接 我直接往下扫 你看这个球 它是走的什么弧线 嗯 一会儿 不行 给大家再找几个 什么王主金 凡任东的拧拉 是 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OK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专业的话 你就敢不敢 伏带没上呢 上 来 你看啊 这是正常的拧拉 啊 这是正常的一个拧拉 看到了吗 这是正常的拧 这是向下拧 看 吃住以后 你看 这还出界呢 为啥它会出界呢 因为这吃住 这一下的出球 它弧线就已经出去了 我让它后续 出去这个尾端 我把它弧线往下压 让它出去的弧线 有点这样 你看 吃住以后 过去以后是这样在走的 这样我这个弧线出来以后 它过往的以后 是这样下来的 我要不压这一下 这个弧线是这么在走的 它就可能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明白吧 所以说你看 它们一般拧的时候 感觉会整 感觉人骑在上面 整个人重心都在往下走 它为啥不下往呢 你说这个板形 它又往下走 按照大家对平衡球的理解的话 这球不得拧往底下去 对 因为它是靠这一下 把它弧线已经转起来了 你弧线起来了 你就不可能直接给它压下去 它得走 它得走弧线直 那明天吧 来大家再看一下 来 天哪呢 掀起弧线 对 这只是做得快了 大家 你看我都这样拧了 它也不下往 这是吃住了 你就下不了往 明天吧 这块吃住 你就根本就下不了往 所以说你说 这个你看 拉球前的这个放松 自动抓球 跟拧的时候放松 这一下蓄力的 这一下吃球 多重要啊 它完全是 能就是你能不能控制出这个球 全靠出球前的这一下 这一下 这一下 发尔拉也是 这一下 这一下 它之前 大家都是根据动作来 感觉它是怎么走向 那你就掌控不了旋转和弧线 你就这个 这个技术 你可能就理解到这以后 你就再想进步 就不好进步了 明白吧 发的下去 发的下去 大家觉得讲的好的 可以扣一波6 然后呢 我们每天 给大家做直播教学 把这个 一会儿找一找 这个 找一找 这个 对吧 现在主流的一些 咱 对 国内的 找找什么 王主秦啊 反身东啊 这种反手拧 我要给大家放一下 必须得给你们征服啊 必须得给你们 把你们错误的这个理念 给你们改过 最好是啥呢 最好是能有一个 慢动作回放的 对 他们一般比赛 不都是 全是积极 啊 慢动作回放的 我们可以 放慢 放慢 大家能看清楚点 人家不放慢 我们能看清楚 他们可能看不明白 他们看的都是出完球以后的动作 嗯 他没有那个放慢机器 嗯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的先进 IDTF都没有全时报的先进 我们就是把这个以后改成擂台 直播擂台 教的确实好 大家真的可以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乒乓球啊 爱打球啊 或者是你刚刚接触 哪个阶段都可以 啊 只要是爱打乒乓球的 其实都可以点个点一个免费的观众给我们 好吧 嗯 对 有了吗 视频 有 你先来一个吧 有一个小机锦啥的 但是慢镜头可能是够像 在这个视频我们不能给他放慢吗 那好像可以 我们那个视频的那个需要处理一下 嗯 这算了 这算了 啊 这个这个好 这个好 哎 大家看啊 大家看一下啊 你们看啊 他不管是樊震东 他拧还是说谁 这都是樊震东的是吧 对 对对 有吗 你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他在引手的时候 你老感觉他这个腰是这样的 看见了吗 你看再看 你看 他倚在自己这条右腿上 是往里 你看 这么在引手 这个戴着手腕这么在引手 这个清楚一点 看到了吗 他是有一个这个动作 有一个这个动作 他才能什么 才能续上身体的这个 续上身体的力量 然后跟球 让出一个角度来 你们看他出手以后 是从正面拧的 因为他实际是在哪拧的 实际是把球让到了 板的侧面 身体的侧面 有点侧前这个位置 让到身体里的侧前这个位置 吃住的球 然后 出手以后 是把球手腕转出去的 你们从正面看 就是从正面这块击球 实际是在身体的侧向 手腕的侧面去击球 他才能跟球形成一个角度 合上力 然后把球给转出去 如果从正面拧的话 谁也吃不住球 那就是 快蹭 你们再看一下 看 这个角度看上了吗 这对手这么眼熟呢 这个对手有点眼熟啊 这对手有点眼熟啊 大家认不认识 再放一个 这对手 有点眼熟 他都是侧向的 都是侧向的 我这手腕力量太大了 我觉得有一个球是比较明显的 看见了吗 然后我们要利用什么 我跟大家讲啊 我们要利用球 过来的这个合力 你看吧 就是你能清楚的感觉到 这个球在空中往你这走 然后你在这续着力等他 他往你这走 走到了你让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跟他进行一个合力 他往这边来 你往这边去 这就合上了 然后瞬间合上以后直动 你不要老感觉 你出球以后 这个球它是不往前走的 这就很难拧 你毛病吗 这个顶着没毛病吗 啊 这个暂停站呢 球在哪呢 球在 球在这 球在这呢 这个版型 看见吗 看见这版型了吗 跟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是一样的版型 一样的版型 对 对 大家看一下 他整个身体对他跟球是什么角度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角度 看啊 球是在这 这 让到这边来 这样 球在这 你看 我这手腕一转 身体 身体一顶劲 手腕一转 擦 转住了 然后吃着球 他要有一个吃球的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从这触的球 手腕的这一部分都是在吃着球 球没有离开球板 这就要吃球 从这边看一下 从这 吃住以后 你看 擦 吃住以后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球还在我的板上 这叫吃球 它是被我的瞬间之洞给它转住了 到这 然后手腕出去了 球才出去 你这个空间 吃住这下 比如说 我吃住这个空间 我往上起一点 你看这弧线是不是又上了一点 但我 我弧线往上上了 你看吃住 我身体往上一挺 弧线往上上了 但是你看我的板面还是压着的 它上了一点以后 我还能向前走 如果说你这样把弧线抬起来了 你感觉这个球它能压下去吗 压不下去了 你看吧 是的 所以说它中间是有这么一段时间 是你吃着球 球不是离开你的板子 是你在你板上停着的 是吃着的 没错 这个就叫吃球时间 你看 所有的拉球 关系到摩擦的技术 它都是要有吃球时间的 你只有吃球时间才才有数 没错 是不是跟房老师讲的一样 整个的手腕 包括腿的这种位置掌握 蓄力 对吧 所以大家真的 就是一些错误的理念 大家真的可以去把这个改掉 把这个改掉 对 大家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 不要错过每天的 我看好多问成人班的 联系一下客服 如何联系客服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一号链接你点上以后 点上图片 左下角就会出来客服两个字 对 好吧 联系客服以后 详细的一些我会给大家介绍 等我下播以后会联系大家 重心压两条腿 你的右手就压在右腿 左手就压在左腿 你看吧 一定要练这个放松的制动 然后让球在你手上 一定要吃一段时间 你再把它放出去 别直接这个球一碰 球跑了 没用 那个球是出不来弧线 对 你看吧 你看所有的拉球 正牌手拉上拳也好 拉下拳也好 还是拧拉也好 它都是有不同的 这个时长去吃球的 上拳可能 我们在正常拉的时候 它持球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但是下拳 持球时间一定要长 尤其是抵消旋转的时候 它持球时间一定要长 你看 它都是有个停顿的 大家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停顿感 你看看它这个时间停顿感 看上了吗 时间停顿感 都是一个小停顿 你看 蓄力一个小停顿 啪 啪 这种感觉 太好 太好 这屏幕太好了 以后就是以视频结合的这种形式 对吧 这对手这么眼熟 对 对 来 再给我录一下慢动作 在这边 再来几个 大家点点关注 再给大家录一下 你们可以集合我刚才讲这几点 然后呢 去 去看一下 再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拧一下这个慢动作 主要慢动作看啥 一 看时间点 看时间点 第二 看停顿点 第三 看球跟手的位置 然后录 录 三四个手上呢 再录几个脚下的 你们再看一下这个腿 它是怎么移在你的主腿上 向回蓄力的 看一下 刚学的 现在刚 现在你们在球馆看的直播 有刚学的就去试试啊 啊 啊 开始啊 去 去 不痛 按照比赛的感觉 你 按照比赛的感觉 啊 录下脚下 这这这个这个 录下 能录了我的腿 对 看到我 OK 来吧 上班农作 来带给大家看一眼 来 大家只需要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就可以了 很免费的关注 对 大家看一下啊 给大家录了四五个手上的这个动作 大家看一下这个击球时间 手腕的这个转动啊 触球的板板跟球的这个角度 你们都看一下 然后又给他录了几个腿下面的腿下面的 你们再看看腿啊 来 大家看一下整个 啊 是不是刚掉了一点那个点 啊 看着了吗 是不是掉了一点那个点 大家得敢等 这个点就一定要敢等 敢让 敢让 敢等 既让进来 又等得住 这个点 对吧 你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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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时间 身体的力量都能用得上 看 看 你看大家 大家看一下 一会儿还有几个脚下的 你们从脚的那个方向看一下 嗯 啊 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点啊 看 看啊 看一下看一下 我在触球的时候稍微停一下 嗯 我这时候停一下 再停 再再快点再停 哎 出去了 啊 对不 再收回来点 这球已经出去了 刚触球那时候 哎 对对对 大家看 哎 收回来点 收回来 对啊 大家看啊 我这个球 是不是 他球往这来 我手往回引 他俩是从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相合的 看 这个角度相合 你看这种角度相合的话 你手腕往前自然一转 他就转到前面去了 如果你对着球去 这样去往朋友转的话 你不就转那头去了 转台子那边行吗 明白吧 看到了吗 所以说一定要身体是侧向对球 侧一点的对球 身体要哎 斜着让过来 然后手腕也要斜着让过来 你这样你才能让出角度来 明白吧 看这个点 看我整个重心 全部移在右腿上 以右腿为轴心 右手拿右腿 右腿是以右腿为轴心 向回内转 你看 我的手腕前臂充分的 回收到了整个肚子里 旋转转进来的 为的是什么 为的 他这个手腕往回的这个转动 这一下 就相当于拉球的 向后拉手的这一下 只说他在台内 他做不了那么大动作 所以说利用手腕的这一下 作为一个拉手 身体的向回来 就相当于你带着你手 正手拉球 你往后拉手 这个身体 转腰的这一下 你明白吧 右腿是一样 右腿作为蓄力的支撑腿 这个也是右腿的蓄力的支撑腿 你看 他所有的都是腿腰 手在一起组合的 在去处理这个球 不管多小的动作 他都要一起协作 你才能什么 你才能做到分工明确 你很多 你很多这种高质量的球 你才能拧的过去 拧的出去 你看吧 你单用手的话 没有一项技术是单用手的 它都 其实很多里面都是含着身体 腿腰块 脚 都是含在一块的 就再细小的技术 它其实都是含在一块的 是的 对 所以说你们就 好好 看看自己的大球 有多少项技术 没有含到腿腰块 没有用上腿腰块 那就证明你那个技术 现在还差得很远 你最起码 你得先找到腿腰块 你最起码 你做错了 你也要去用上腿腰块 然后你慢慢再去找正确的方向和感觉 所有的技术都是用腿腰块 就哪怕是我们戳球 也是腿腰块中心 就这么简单的戳球都是 发球 你看着是手在发 其实 腿腰 胯身体都是喊 都是一起用上 所有技术都是 如果他们单一拿出来 就是没有什么用了 单一拿出来就是没用了 只有他们一起协作好 第一 才能力量最大化 而且什么 他能力量能有出现了一个什么 身体一起协作的合力 还有什么 他能让你整个动作更流畅和协调 该放松的时候 他放松 这边有人帮你撑着 对吧 你这个时候就能打到一个很 很夸张的放松 就是特别怂都可以 你才能最后这下出现力 这边也是 放松 他出去 明白吧 他有支撑 相互依赖 相互支撑 身体就是这个作用 他能帮手解决很多 相互支撑 对 解决很多问题 感谢观看